第一種擴散你會怎麼講 第一種擴散你會怎麼講 對 你會怎麼跟客人介紹 就是你在介紹上課的時候 你說的是空間上死亡 開眼罩是空間上死亡 那他要問你說這種要怎麼講 或者說你會怎麼承認 那請問一下 誰能夠解釋一下大概噴霧型的一台來試試看 噴霧型比較怎麼講 對你的認知裡面 你的認知裡面噴霧型是怎麼樣去跟客人在互動 他要怎麼使用 應該是那個就比如說 我們客人臨時要來床的時候 我們有在空間那邊有些衣櫃蟲 我們能做的處理 香氛蠟燭呢 誰有買過香氛蠟燭 家裡面有人用嗎 請問有人在家裡面用過這個嗎 香氛蠟燭 好 那用的時候你是不是想 蛤 其他牌子沒關係 你香氛蠟燭的時候你一般怎麼用它 對 你是 好我所謂的怎麼用就是說 OK 例如說你是 點多久 怎麼點 然後怎麼熄火 怎麼熄火 對怎麼點 怎麼用 怎麼熄火 就直接把它吹掉 OK 沒錯 好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香氛的幾個 一個特點 其實我們重新run一次 因為香氛這種東西是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引進它 其實說實在的 Decoration 到了最後一環 就試點什麼東西都裝置完畢了 其實我們眼睛看得到 最後呢可能是你鼻子聞到了 那個東西會讓 就是空間的一個 一個豐富性 例如說 其實我前幾天 在我們國外廠商到秦山去的時候 他在秦山一進門就聞到了 那個香氛的味道 我記得我們那邊放的應該是Oke-dea 那一進去就聞到 那個Oke-dea的味道的時候呢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他認為我們這地方看 就是覺得就很高級 他一進去他就覺得很高級 可是你光看到 例如說可能整天都是皮革傢俱 像Flexphone 那種整天都是皮革傢俱 會不會有高級感 也會 可是來自什麼 其實來自我們還是 品質聞到的味道 那我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 其實嗅覺是一個 我們人類裡面非常特別的感官 就是五感裡面啊 嗅覺是沒有經過大腦去見 他會直接進入到你的 就是一副層裡面去 所以我們才會 例如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驗 可能走過一個巷子的時候呢 忽然聞到一個空中的味道 例如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 小天使香水筆的階段 應該大家都沒有經歷過 可是因為我的時代是有經歷過 小天使香水筆這種東西的時代 所以有一天我經過了 就是某個巷子的時候 我忽然聞到那個香水的味道 他就是那個香水筆的味道 我真的有一種 deja vu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 在別的地方 曾經產生過一個 deja vu的感覺 是來自你鼻子聞到的味道 那我告訴各位啊 你眼睛看到就想 這我真的還沒看過 跟你鼻子聞到 他真的還沒聞到 我告訴你 你鼻子會比你的 就是你的嗅覺 會比你的視覺來的快速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 不經過大腦去見 所以他直接進入了前一陣 就是前一陣子很允許 嗅覺是我們特別的 很不一樣的感官 那也因為嗅覺這樣子的 一個特性上面 我們呢 透過鼻子聞到的 會不會改變 我們對許多的 一個視乎看法的心情 會 所以為什麼香氛 這幾年來越來越重要 就包括說 曾經有看過一本書 他講到一件事情 各位你有沒有看過 香水這部電影的話 其中有一幕我想講的是說 他在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 在那個臭臭的市場的地方呢 很多人嘴巴都掉一支煙 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煙是為了要去 麻痺他們的鼻子 就不要聞到空間中太多 臭味的一些味道 所以你就看到 他們在很臭的地方 還要臭煙 固定是什麼 其實都以毒攻毒嗎 其實就是好想聞到那個味道 就好像說 那我能不能夠轉化過來說 在以前沒有冰箱的時候 肉塊要快掉的時候 我讓什麼來調味 要用胡椒的調味 可以讓胡椒的味道 去蓋掉一些肉臭味 其實香料真的是這樣用出來 所以說其實味道 味覺 嗅覺對我們而言 其實的影響大不大 是很大的 那香氛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用法 那 我前面先引導的這些 告訴各位是 因為你在寫一段文字 你在跟客人去介紹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 你心裡面要有數 他為什麼要用香氛 因為他要增加一個叫做氛圍 這個氛圍的那個氛呢 其實就跟氣氛、香氛 都是一樣的字 那這個氛是什麼 它是一個感官的堆疊 這個感官的堆疊呢 是經過組合而成的 例如說 那時候我曾經開玩笑 就是在介紹那個 Tom Dixon的那個 他的那個Candles的時候 然後原廠的別站 後來我就說了一個說法 我就跟他講說 什麼是London的味道 你們聞過London的味道 對不對 London的味道是有點帶著 彈木的香味 帶點木石料的香味 那這種很木質料的東西 我就說那怎麼去 它為什麼叫London呢 各位如果一個空間 要變得很London 你們想像中的很London 是什麼樣子 好那我來引導大家一下 你試著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空間 我今天用了一些 可能是木頭的窗戶 高高長長瘦瘦 那裡面可能地板呢 有一點舊舊 剛好找一個空間是這樣子 我放了一些Vintage家具 加一些新的家具 例如說 擺了一些Ton Pison的家具 或者是Winback chair OK這個時候 我有一個London的香氛的味道 你想像一下那個情景 那個味道散發出來的時候 跟我眼睛看到的那個空間感 會不會有一點 比較那種陰式的調調 各位陰式的調調就是這樣 被沖到廚房 所以它還要搭配到一個 最後的一個環節 就是味道 所以我們空間中聞到的味道 對我們印象是非常大的 如果說今天 MT的門市 然後呢 空調但沒有開的狀況下 進來聞到的是美味 你會覺得它高級嗎 你絕對不會覺得它是高級 所以香氛對我們人 是很重要的一個感官 OK 這個是香氛的一個介紹 所以我希望說 你們在跟客人介紹的時候 或者說 去傳遞這樣訊息的時候 我認為它的PASSION 就是在 它怎麼去幫助這個 空間氛圍的一個堆疊 因為我們講的氛圍 Atmosphere 或者是說MOOD 就是這樣被堆疊出來的結果 它絕對不會是單一的 例如說我今天什麼都不擺 空間中只有一支香氛 這地方還有味道 沒有 它只能聞到你的香味 就好像你經過E-SOP的店 你經過LUSH的店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有氛圍嗎 不會 因為它所有的味道 全部都連起來 你覺得說 至少走過去門口 在賣鹹酥器還聞到那個味道 有時候鹹酥器味道不見 剛好那味道跑出來 還香香的 所以你會覺得這階段上 至少看起來不會很柔 好 這個是我覺得味覺 嗅覺的部分 跟大家來做的一個分享 第二個 我們來介紹香氛的使用 其實簡單來講呢 香氛的時候 我之前講過Diffuser 這種擴香的使用的時候 它能不能夠放在出口口下 可以嗎 為什麼不能放在出口口下 對 它會讓它的揮發速度加快 對它而言也沒有問題 第一個是浪費 第二個呢 味道會過於濃郁 所以香氛最好的儲存位置 應該是在動線的穿廊之處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今天可能 好我家裡面 進門的玄關的台子 玄關台就是一個很適合放香氛的地方 或者是呢 客廳要接近 進入到那個房間的一個櫃台上面 一個console上面 而不是在風口下 因為味道是可以被帶著走 所以香氛其實應該是 你無意中聞到的味道 會比你always存在 因為香氛一打開來就不能停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24小時都聞到香氛了 你真的很想吐 好那也就是說 請問一下 在房間使用的香氛 是什麼樣的香氛 比較合適呢 其實各位 以我們在台灣現實的環境下面 大部分人的家裡面的房間 大概就是這個 我們家店的三分之二尺寸 這樣就算很大的房間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可能是比較大的房子 說實在房間也不會過大 因為房間過大其實 其實在一個使用上而言 其實也不太合適 好那請問一下 我們試著想像一下 就這麼大 各位請問一下 就是這個 花店的這樣子的一個範圍內 這麼大的一個空間呢 大概我們約莫 我們把它抓到一些五六米的 一個房間左右 請問一下 它適合什麼樣尺寸的香氛 你們會覺得 就是你覺得這種大罐跟小罐之間 大家想像一下 你覺得這個在哪邊用 這個是房間內嗎 不是 為什麼它不是房間內 不是因為它大罐喔 太濃 為什麼太濃 為什麼會發的罐呢 為什麼會發的罐呢 蛤 竹子比較多 對 沒錯 第一個竹子比較多 第二個竹子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 不管的話是可以聽到 就是這麼大一支 它的味道呢 是來自於說 透過竹子吸收的香氛 然後呢 揮發到空氣中去 可是我們的香氛裡面 請問一下 我們香氛客人會問 我們香氛裡面 含酒精嗎 含不含 確定 我們香氛裡面有含酒精嗎 伊本 我們香氛有含酒精嗎 有 有 我告訴各位 所有的香氛 基本上都會含酒精 只不過說呢 我們家的香氛 酒精的含量非常的低 可是為什麼要有酒精呢 如果它今天其實是香氛容易 是一種液態的 它很難揮發 所以必須要藉由酒精的吹動 可以讓味道能夠被揮發出來 所以我們的香氛裡面 都帶著微量的酒精 這個微量的酒精 是很低的 所以一般人聞到的時候 你是聞不到那種四比的酒精味 所以可能有一些香氛 它會不會做到很四比的酒精味呢 其實不太會做到四比的酒精味 只不過說是它香氛的原料太化學 那我們家呢 基本上我們的材料都是天然材料 所以你其實聞到這樣的味道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刺鼻 所以那個刺鼻大多數現在的世代來講 很少香氛會做到很刺鼻的酒精味 除非它真的品質很爛 你可能只買一塊五十塊錢或一百塊 那個是有可能你會聞到那個酒精味 因為它幫助你揮發 那那個香氛的一個溶液呢 例如說這個溶液它的含量不夠高的時候 它不能夠持久 所以各位 如果說在一般房間的使用的話呢 這樣的尺寸其實就已經非常不適 那它適合放哪裡呢 只得放角落 千萬不要放在 例如說你房間會有冷氣在吹的地方 冷氣在吹的地方一定會有一個 冷氣在吹的那個循環的風 就是風的一個線路 就是風的一個動線 它絕對不可以在風的動線下面 因為房間內的揮發一快速之後 我告訴你你會睡不著 它的味道過於濃郁 那個會影響到你的睡眠 所以說其實在房間內 如果說房間比這個還小 或者是你 你房間內的東西放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建不建議買 擴箱呢 不建議 其實真的房間小的時候 其實不建議買擴箱 它反而適合用什麼 用這種 噴灑鞋 那噴灑鞋有什麼用呢 今天剛 你今天剛一回到家 你想要有好的心情 趕快噴一兩下 你空氣中可以維持這個味道 大概維持一小時的一個時間 這個一小時其實夠了 那 不管你有沒有開冷氣 如果你沒有開冷氣的話 這自然的風 例如說秋天跟冬天的時候 比較涼快的時候 其實味道在房間裡面 可以存在滿久 所以風很大 它空氣都動很快速 那 所以我說我覺得 如果說客人的房間比較小 例如說小魚 我現在有這個範圍內 可能有一些房間更小 就不適合用 所以說廁所適不適合用相分 廁所我都會不建議用相分 因為廁所裡面用相分的話 一個竹子為什麼會變黑 其實竹子呢 就是剛有提到 其實竹子最好的模式是 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每一天我們都要再給它翻面 翻面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不要讓浸泡在相分液裡面的竹子 能過久 畢竟它還是天然材料 你浸泡久的時候它會軟化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相分 沒有照過的相分會怎樣 這個因為全部都垂到下來了 這個花一樣 你垂下來 枯萎的花都不一樣 所以那樣是不對的 但是等到它已經變成枯萎了 能不能救 如果已經彎到這麼彎了很難救 如果已經是這樣子彎 還能不能救 這還可以救的喔 你就要把它給拿了出來 然後呢 你用水 用熱水 把它給泡過 把裡面的溶液先洗掉一些 之後呢 可能我們用兩個橡皮筋稍微綁起來 放到外面通風處呢 通風個一兩天 但是你不要一直放它不動 你可能通風完之後 再拿出來再給它轉一面 裡面等它動一動 再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竹子它會恢復原狀 它會恢復比較直的狀態 但是永遠不會是 呈現很直的狀態 所以你要怎麼讓它不容易變黑 不容易軟化掉呢 就是每天都要給它 那一般人會不會那麼勤的喔 不會那麼勤 所以你還是要跟它講 你不壞面的話呢 它就有可能會軟掉 所以說 其他的相關品牌呢 才推出了一個叫做 碳纖維的擴香棒 各位你應該有看過 另外其他牌 像Culting 他們就出了碳纖維的擴香棒 它為什麼要出那個呢 因為那個的話呢 它會說它管鏡配發效果其實更好 而且它不會軟化 不會變黑 可是那個是塑料 所以其實還是有人喜歡竹子 為什麼呢 因為竹子裡面還是有一些丹寧 就像說 我們的紅酒香氛裡面呢 這個糖蔓汁呢 它裡面是有丹寧 所以說 這個紅酒味的這個香氛 它本身帶著酸跟甜的一個味道的因子 它透過這個竹子汁或者是 特別是透過那個糖蔓汁 那裡面帶著唯苦的丹寧 會讓味道聞起來更加的平衡 現在各位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其實 你如果再想像一下 各位想像一下 你們最近喝到的Michelor Michelor的酒 跟現在Inition的酒 現在最流行的金釀啤酒 都是帶著苦味 它為什麼要帶著苦味 因為它的苦味去刺激其他味道的出來 最好像我們吃西瓜 都加一點鹽巴 甜會變更甜 其實味道是被平衡出來的 其實嗅覺的味道也是如此 OK 所以說竹子汁為什麼要天然呢 雖然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不翻面 它會軟 第二個呢 你不理它 它會變黑 可是竹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本身天然竹子裡面 還是帶著丹寧酸 它會讓味道更加的平衡 它絕對會比一般的化學的 Cabon來的好一些 OK 到目前為止 有什麼問題大家想像 你們可以想像在你們賣的過程 廁所不適合放的 廁所不適合放這種竹子的貨價 因為廁所的空間都不夠大 所以是今天用噴的 噴的 但是如果說客人的廁所 假設說通風涼好 乾濕分離 那表示說不小間 如果是蠻大間的廁所 大概是這個的廁所 如果它的廁所是這一間 我剛剛講這一間 就這一間 廁所如果是這樣子大小 通常來說就是乾濕分離的空間 對不對 乾濕分離的空間 是可以放相分的 但是呢 一定要室內是通風的 所謂通風不是說只有抽風機 各位 是有一個對外的窗戶 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就是空氣要能夠對流的空間裡面 其實擺相分比較合適 所以如果說這個 他們家的廁所呢 如果剛好有一面窗戶 是可以對外通風的 不是那種所謂的 我們開的空氣站喔 只要能夠對外的 例如說大樓的 就非常適合 大樓的空間就是秘密室 都不適合相分 那如果說秘密室的地方呢 就是使用噴灑型的 如果你需要的時候才去噴它 不需要的時候是不要噴它的 當然在廁所裡面 其實更好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各位其實更好的是蠟燥 因為它可以燒掉一些味道 那問題是 在廁所裡面點蠟燭的時候 特別要小心事 你一定要注意好時間 因為等一下我會講 OK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了 所以像這樣的禮盒組呢 它給你的部分呢 就是搭配到的 例如說今天呢 對於你的使用上而已 說明它多給你一罐小罐 這個東西呢 其實放在一般的小客廳也就夠用 那這樣子 尺寸大跟尺寸小 一個是揮發 另外一個跟什麼有關 跟它使用的時間有關 例如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五百夢 平均在台灣的使用 可以用到三到六個月 看它的空間通風性能 那種最大罐可以到一年 那一般來說 客人會買的話 我想使用度最高 CP值最高的 應該會買五百夢 這個會讓你用到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到後來有味道在裡面 那添加這個是它的補充液 這個補充液是什麼時候加的呢 其實如果可以跟客人講的話 其實 如果當客人使用了 一個月兩個月 會做到幾歲 如果你覺得用你兩個月 味道不錯的話呢 我們建議你們回來說 可以再給我買個補充液 為什麼 因為添加 就是在做相分的補充 其實最好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範圍 絕對不是在最底部 為什麼會不是最底部 因為上面的布質 都已經揮發掉 你底部容易會有殘疾 就是畢竟它是天然的東西 它還是會 而且我們台灣的空氣裡面 有大量的灰塵 其實這大量的灰塵 也會造成它裡面 使用到很後來會變很灰塵 所以最好的狀況下呢 就是使用到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加了 那一半的時候呢 就加到75% 例如說是全滿的狀態 一半用到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就加到這裡就好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可以跟客人講 如果說你們覺得 我們香氛真的不錯用的情況下 說你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隔一兩個月後的時候 或者是你們 你們就記錄好客人的購買時間 你兩個月就破掉給他啦 所以那個香氛用得怎麼樣呢 那需不需要我幫你 準備一個補充品 因為那個香氛在加的時候呢 最好是大家使用到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加了 這樣子比較好 這樣子會讓味道的那個 那個Mix程度比較完整 所以這個可以創造 第二次客人回來消費的一個機率 這個我覺得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讓你們在網路上寫的時候也可以 OK 所以說補充品是這樣子的使用 絕對不是在運動的時候 這樣一丁一點點才去加喔 一丁點才去加的時候 我建議呢 怎麼做 你們要跟客人講 就把剩餘倒掉 就把剩餘倒掉 然後呢 我們可以用熱的水 在裡面沖一沖 等它乾掉之後 再倒入新的 OK 大家思考一下 解決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很關鍵 不要用到只剩下 那種只剩下石粉 剩下一丁點的時候呢 就不要再加了 裡面濁濁脹脹脹 幾乎把它倒掉了 不要再加東西進去 看起來你就覺得噁心 OK 那如果客人問說 我怎麼用 用裡面怎麼會有雜質 在那邊懸佛 告訴你這是空氣中的灰塵 那就是空氣中的灰塵 因為它不會質變 它的質變不會濁濁的 那一定是空氣中的灰塵 倒進去了 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的支數啊 被計算過 所以這個的支數呢 它放下去的時候呢 第一個 它的揮發 來自兩個地方的揮發 一個是竹子嘛 第二個呢 是竹子跟這個孔洞的 旁邊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竹子的數量 是被算了 這樣子的揮發呢 對這樣的相分 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但是如果說 那我如果掉一支怎麼辦 掉一支其實還好 但是如果說 你有兩支都被抽掉 因為壞掉了 你把它抽掉了 我們建議你 你就要來買一組新的 這樣各位可以解釋我意思嗎 就要買一組新的 因為 它的支數少了 會跟它的揮發 因為 這個東西變越少 會有什麼結果 如果說我今天掃了三根 掃了三根之後 這邊是不是它的口供變大了 會加速它的揮發 味道會過於濃郁 那不太好 所以味道過於濃郁的相分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使用 那會讓你的 其實你不會舒服 OK 所以這個是 Diffuser跟噴霧型在用 所以說 如果說今天這樣子 禮盒 像我們這次 如果在實體店面的話 假設百貨的零售通路 它有可能會賣的 就是所謂的 噴灑型的 跟組合型的 因為噴灑型呢 哪邊都可以用 所以今天不管 你就放一罐在家裡 只要你有朋友要來的時候 你就到處都噴一下 這樣 它可以維持在一小時 如果說你是在 例如說室內有開空調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都還可以聞到味道 那盡量不要把它噴在 那個所謂的 就是空氣 就是 冷氣的出風口 不用噴在那個 那個地方 那其實 如果說有循環扇的話 我覺得你噴循環扇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循環扇不是有一個 風的流動嗎 你只要噴一次 我跟你講真的 十秒鐘之內就聞到 整間都有味道 那 因為空調是在裡面做循環 所以說它維持的時間 可以維持到一到兩個小時 空間大一點 它可以維持到兩個小時 空間越小 例如說這個房間 我告訴各位 不到一小時會到底怎麼接 為什麼 因為它被空 它被冷氣機的循環被打掉 那如果是中央的那種 就是空調系統的話 中央空調系統可以維持 可以維持比較久 OK 所以這個是噴灑型的相分 跟這型相分在使用 另外一種我們產品的主力線裡面 還包含一種霜位 這個霜位 顧名思義就是 它怎麼使用呢 這兩個是不是要放在一起 對 這兩個是要放在一起 所以說這兩個 如果說你用的是兩種味道 不同的使用的話 你們跟客人講一下 他用的時候 他要怎麼用 所以你一次買兩罐 這一定是客廳在用 因為空間夠大 那這兩個味道的 每一種的味道的組合 都是由布拉尼亞 是他們的原廠 所去做出來的組合 所以呢 我們也不建議客人 直接 自己買味道去併 如果他買味道去併 就要由他自己決定 你們可以給他建議 就是說 你不可能去放一個霧等 喔有一點 沒了 我們不可能去放一個霧等 然後再加一個霧等 我們不可能放一個 沉香跟蘭花在一起 那味道就代表兩個字 叫做惹吸 但是如果那個客人 他自己堅持 我們也沒話講 但是對你們而言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 味道的時候 你們可以給客人一個line 給他一個大概的方向就好 那原廠的配置裡面呢 其實這些味道 都是他們自己組合過的 所以我覺得原廠配置會最好 所以沒什麼味道 那我們要怎麼試香噴給客人聞 其實你們要 不要把兩個味道 噴在一張匙子上面 而是一張匙子噴一個 一張匙子噴一個 你噴一下這兩隻的味道 大家聞一下 我們先讓大家聞一個味道 然後我等一下跟你們講 這兩個味道在一起要什麼 這是Aqua 還有一隻 這個應該是Melo Glam 是嗎 來 大家都聞一下 這隻是Aqua的味道 大家請先聞一下Aqua的味道 這隻是Melo Glam 甜瓜的味道 這隻也是我們非常著名的一隻味道 香噴 這隻也是我們非常著名的一隻味道 香噴 你們要讓客人聞的話呢 你們要讓客人聞雙胃一次 要噴兩隻 然後這樣去聞它 這個Aqua味道 這個Aqua味道 Aqua的味道 然後大家再聞一下兩隻混味 這樣子是兩隻混味的味道 所以在給客人聞的時候呢 它是用兩隻這個混味 對於剛剛Eta說到的 Melo Glam很甜 一般人不喜歡 可是有些女生很甜 可是因為Aqua呢 裡面帶著一點薄荷的味道 所以它去中和掉它的甜 讓它不要過甜 但是還是有甜味 那這樣子味道呢 就會變得很清爽 這兩隻要怎麼使用 這兩隻放在家裡面的時候 就是要放在一起 那這個兩個不要打到就好了 把它分開放在一起 它的味道就是在兩個一起分放 而不是說這個放一隻 這個放一隻 不是這樣用 如果它要混味的話 這兩隻是要合在一起 那除非它不是要混味 那當然就可以說分開來使用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混味的味道是這樣子使用的喔 好大家想像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想像你們在銷售的過程 裡面客人有問到什麼 各位我們需要一些訊息的回饋 客人有沒有提到一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叫Diffuser跟噴灑 剛才我提到廁所的問題 就是說客人他是想要放在廁所壓味道 對 那又不建議他 噴 只能用噴 可是他又怕噴的被拿走 被偷走 你說商業空間嗎 對啊 如果這個是商工在使用 假設是商工不是自己家裡面 那當然可以用去相換 那一定可以用啊 但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在商工使用的話 一定要請他注意就是說 如果他沒有 因為商工至少可以把廁所的清潔工作變成SOP 每天都要去換命 好現在講換命要怎麼換 每天都要換命 那要換的時候 各位很多人的手不想要去摸到香氛 怎麼辦呢 只能夠準備那個 如果他真的不想用他的手去摸到香氛的話 他只能去買那個什麼手套 吃鹹酥雞 不是吃那個手套 只能夠用那個手套去做交換 那交換的時候就是先拿起來之後呢 就把它直接趕過來插去 除了他不想要手摸到的時候 他只能夠用這種方式 所以一定要每天交換 那是最好的 那可能客人會覺得說 哇這很麻煩 或者用了這個香氛 他搞得很麻煩 這樣子每天都要換 可是事實上是 就是一樣的道理 你今天吃完飯你要洗杯子 你還是要洗碗 就是你必須要把東西用到好才可以 所以香氛也是一樣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當然還會有 就是炭的 竹炭的味道 這個應該都是有配的 竹炭配什麼口味 是有被分黃 一樣的道理 就是竹炭裡面 他會帶著他自己的 那個炭的那個 就是過濾過的味道 所以他的味道呢 不是帶口味 而是他味道會變得更 pure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一個組合 這個竹炭應該是配農酒 竹炭這個都是配那個 就是配我們的那個 就是WOOD用的 所以長度也有分 長度的話呢 就是跟尺寸有關係 所以說呢 越高大的 就是配大隻 像 例如說那種超大的 這個應該是配很長 還有更粗的 有一個五公升 就是配 非常非常粗的一個竹木條 像這樣子 例如說那個最大罐的話 就會配到像這樣子的尺寸 你看 就會非常大一個 因為他的空間的非常 像這種是放在Lobby 這個東西 我跟各位講 這麼大罐 250以上 一直到 就是2500到5000mall的時候 這種東西不是放在家裡 除非他家真的超大 例如說 有一些人的家 可能會到200坪 有啊 台中才會有 那種140 150到200坪 有可能就是要 買到250 2500mall 不然這種大 都放哪裡呢 放Lobby 放在大樓的Lobby 那大樓的Lobby 我們現在再來講 還有如果你除了廁所以外 廁所如果是 我就說廁所最好 如果是商工在使用的廁所的話 就是買小罐就好 他就買小罐 但是請記得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每天去換面 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到一禮拜天要換一次 一定要翻一禮就對了 那因為 在那個公共空間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 空氣揮發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有可能就要來補充 然後不能買大罐 不然那味道會很隱形 那像您剛才提到的是說 半瓶的時候就要加了 就要加了 對 那加補充液的原理是 希望不要讓它到很 就是很少的時候混濁 很少的時候 第一個混濁 第二個 這邊味道會過於濃郁 很有可能會跟 新加烏的味道產生異變 你懂我意思嗎 香氛不會到最後才加了 這樣子的話 它已經 這邊的味道已經過於濃郁了 而且有時候 可能已經揮發到差不多了 另外呢 它會帶有可能空氣中的一些灰塵 那在裡面會很可惜的 在這個地方加 如果把它倒掉 直接剩餘就不要用 假設你家家家家不小心 忽然看到的剩那麼少 那就把它倒了 那你不能來 可是如果說長時間使用的話 你一直 就是一半瓶補充 一半瓶補充 它久了也是會 會冷 對 但是它的速度還是比較慢一些 就正常情況下 是比較慢一些 那真的剩餘這些 所謂的倒掉 必須要把它丟掉 你們可以怎麼使用 就好像說 剛剛這個蠟燭有沒有壽命 其實有 如果說以這樣子這一罐來講 大概就是三瓶的量 那也就是說 我再買兩罐補充瓶 就是用完兩罐補充瓶之後 就是一二三罐之後呢 這一支也差不多了 什麼意思呢 它已經垂下來也沒辦法救了 那真的不能用了怎麼辦呢 把它拿了出來 放到你的衣櫥裡面 當作香噴 這個是國外的用法 那我剛剛講 剩餘的那一堆也一樣倒了 就拿一個盒子裝著 把它放到衣櫥裡面去 看不到的地方繼續把它使用 你不要把它倒掉 那只是說 不要在這個裡面再繼續使用 因為那樣子第一個 視覺上不好看 第二個味道是不對的 因為它有可能產生一些紙片 所以我們訪問起來 OK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客人有問到嗎 Jason你有沒有收到什麼 業務存在的請問 客人的疑問有沒有 都還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最難賣的這個 各位大家覺得它很難賣 請先想看 它的價錢比我們Thomas還要便宜 Thomas這個就多少錢 四千多塊錢 可是Thomas很奇妙 你知道 你這個Cartell的Fragrances呢 超難賣的 哈哈哈 我跟你講它同樣擺在一起 Thomas貴眼還給它賣得好 為什麼它不好賣呢 其實Diati文就知道 告訴你 因為Cartell的 其實Cartell的Fragrances呢 它的調香師呢 是真的在做香水的方式 這個也是Cartell定調 它希望呢 把那個Paffin穿在家裡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不是要 相分之於家裡的用法 它是把它像 我們在穿衣服一樣的方式 穿在家裡 所以你知道它的味道系統 全部都是從調香水 我們身上在用的香水的角度 出發去調出來 可是呢 香氛呢 是就家的角色調出來 所以你看喔 我們家的香氛 基本上都是從天然 天然材料出發 都是從花 植物 草 出發 為什麼 因為它會跟你家中的家具 才會有連結性 所以 真正比較好賣的香氛 我認為 在台灣 或者是在國外都一樣 都會是比較偏向自然的系統 那個都會是比較好賣的 那不太會去做到 像Cartell的香氛 除非它是一個很fancy 你喜歡很fancy的 所以大家請問一下 Cartell的這個香氛的味道 這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香水 它是一種很香水的味道 這你們有聞過嗎 你們都有聞過 你們聞一下 跟你們家的味道 你知道層次差很多 給他們聞聞看 你們有聞到嗎 這個層次差的非常非常多喔 好 請再聞一下Cartell的味道 是不是有咖啡豆 如果鼻子受不了 有沒有聞到 你馬上就會聞說 什麼叫做味道等級的差異 有沒有 我們Velanias的味道等級就是非常高 因為它從天然的材料出發 所以你說其實味道最難的一件事情 是你聞起來舒不舒服 其實我沒有說它不好 但是它很fancy 它就是一個很fancy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適合在 例如說商工可以使用的 餐廳可以使用的 你不需要品嘗到很適合 taste的地方可以吃 可是Velanias是非常非常適合在居家 或者是一些具有質感的地方使用 OK 今天可能客人會問到幾個問題 一樣都是有香味的東西 這味道算是比較強 所以我客人一挑這奶味 要給大家聞一下 好 你們看它上面有變黃嗎 天然的辣會有一點黃 因為氧化的關係 但是會不會產生質變 不會產生質變 因為它是天然的辣 所以我們家的辣呢 第一個辣的等級都很好 這要怎麼去看呢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般爛的辣的話呢 它的均裂狀況會非常非常嚴重 那所謂的好辣跟爛辣 哪有你的差異 燒就知道了 燒就會知道了 問各位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黑煙 翘神知道為什麼會有黑煙嗎 對 所以你把它吹掉就會有黑煙 所以你要把它剪掉 對 要把它剪掉才不會黑 所以黑煙的 黑煙的源頭是來自哪裡的 就是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點著之後呢 你把它給吹醒了之後 上面不是會有黑煙嗎 那個東西你沒有把它剪掉 你再點的話就是黑煙 那要怎麼把它處理掉呢 那就是一個 那個 不想買那個蓋子的人 覺得很麻煩 就用手把它捏掉 你幹嘛 就是一般人都不太敢 那其實是我上次去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們再不知道就自己把它給掉 我說我們應該不太行 所以其實我有想過說 我是不是要去找一個蓋子 然後找一個蓋子呢 一個是 我們 因為Belanias 沒有那個蓋子 那就是有那個蓋子的話呢 就把它送給客人算 就是讓客人購買的可能 那我會找那個蓋子 它那個蓋子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把它把它蓋起來 當它蓋起來之後 它用密閉把它悶掉的時候呢 好處是什麼 上面的心不容易碳晃 所以它的黑的程度還是會有 但是比較少一點 比我們直接吹掉來的少一點 因為我們吹掉的時候 其實心火還在燒 所以才會碳黑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啊 我們家的心啊 用的是純綿線 可是一般來說 比較便宜的一些香蕃蜡 蜡燭 它不見得會用純綿線 因為純綿線 比較不好點燃 可是純綿線的好處是 它比較自然 不會有揮發怪的味道 跟有毒的玩意兒 所以我們家的香蕃蜡蜡 蜡燭呢 裡面的材料都是無毒 而且都經過歐盟減症 所以這東西呢 其實 以這個東西的價錢 它的品質 我可以說 Lanias Tom Dixon Cartell Ferguson 我跟你講 品質最高的事情是它 材料特性最好的也是它 所以你們應該賣來弄它 因為連湯姆斯都可以賣 當然啊 Lanias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各位 這個碟盤是另外購買的 第一個 它是拿來蓋 蓋納燭用的 第二個呢 各位 因為它這是石 這是那個 Marble Powder 大理石粉 這個不是石膏 這是大理石粉 它的另外一個用意是什麼 因為大理石粉是有孔共的 所以說呢 它是可以讓你放在桌上 因為它還有它自己標誌 然後呢 把我們的這個 噴上去 當作一個飛巴平台 所以如果說客人 假設說他 他要買噴灑型的時候 然後他覺得說 例如說在廁所使用的話 其實廁所最好用的就是用這個 或者是呢 如果他不想買我們家 這個也沒有關係 其實買什麼 不告訴你什麼樣的東西就可以使用 例如說 各位有沒有看過 外面有賣那種 就是 那個 不是用那個 用纖維水泥的 纖維水泥不是有一些 那種台灣司機師的作品 纖維水泥 不是你手摸上去 有痕跡 然後然後就乾掉 那個就蠻好用的 那也可以當作 它的噴 就是一個揮發用 只不過說 纖維水泥的缺點是 它揮發速度太快 所以說呢 如果你家裡去 河邊撿了一顆石頭 我告訴你 石頭就可以了 你就放一個石頭 河水穿過的那個石頭 然後噴在上面 一樣可以取代這樣的效果 這樣各位跟我意思 但是最好的效果是什麼 是Marble Powder 因為它的下面口中比較細 它的揮發速度比較慢 它可以把它的香氛吸進去 然後慢慢揮發出來 所以原廠這個是最好的 這一塊有八百 六百還是八百 八百塊 所以這個可以煎著賣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完全 否這個蠟燭使用 但是呢 各位 如果說客人不介意 那個一些髒污的話 我告訴你怎麼做 其實這個蓋子就是 拿來那裡蓋掉的 你聽懂我意思嗎 其實它點完蠟燭之後 你就把它蓋起來 其實這就是拿來蓋的 那這個蓋之後呢 它的黑點就會比較少 但是你有一個缺點 這邊會變黑 因為火嘛 所以如果客人不介意的情況下 你可以跟他想說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使用蓋子 但是這邊會變黑 那那沒有關係 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使用的時候呢 一個是它使用蠟燭的時候呢 它要嘛就是降放 要嘛就是降放 降放的話 所以通常是降放 那降放你就看不到它了 所以就看它自己怎麼想 OK 但是這個蓋子 的確另外一個用途就是 它要把火蓋掉 好 那其實 請問一下每一次點的時候 達到最佳的效果 好我一樣啊 這樣子的房間 就很適合相當蠟燭吃 請問一下它點多久 我告訴各位 平均的時候呢 如果就時間上而言呢 是一個小時 平均就點下去點 一到兩個小時之間 如果空間比較大一點 就點兩個小時 那如果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房間的話呢 就點一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在房間裡面 假設天冷的時候 例如說冬天的時候 大家窗戶都是不關起來的 它會把氧氣燒掉 一個小時燒掉 其實不燒氧氣 對你是有什麼好處 那就是說 當然 不會到你真的會有什麼危險 不會有危險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效果是最好的 可是呢 另外一種的話 我也可以用一種情形去看 是不是已經夠了 很簡單 當我點完了之後呢 上面的這一層蠟 全部變成液體狀 那其實就可以把它洗掉 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當上面的蠟燭 因為我們一開始點的時候呢 其實你點半小時的時候 不一定燒到邊緣 其實只有這個最邊緣的地方 都還沒有燒到 但是如果要點香和蠟燭 其實我就說它是一個很精緻的東西 既然要使用的時候呢 各位 要點就是一次把它點到連旁邊都融化 了解我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呢 第一個 它的品質最好 你下次點的時候品質會最好 不然有時候像很多人點的很短暫的時間 這邊燒掉了 旁邊沒有燒掉 我告訴你們 這兩邊質變的差異會更大 很容易 這邊的蠟跟這裡的蠟會有一些質變 那最好的模式 要就是一次點到全部都融化 熄火 這樣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你現在在使用的話 效果就很好 那如果用了我們原廠的蓋子 直接把它蓋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把火直接把它燜掉 但是呢 因為你新的時候啊 你就看到 可以把火燜掉 那火燜掉的時候呢 一樣這邊會有點黑黑的無所謂 就要很可能解釋 這個是關鍵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這個的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就拿一個 隨便一個什麼 拿盤子好了 拿一個盤子把它蓋起來 拿一個吃飯把它蓋起來就沒事了 就是說盡量不要去用吹它 因為吹它之後呢 後續就會開始那個心變黑 好心變黑怎麼辦呢 剪掉 OK那你會說那不是越緊越短嗎 OK對沒有錯 所以說呢 當它在燒下去的時候啊 如果燒了比較久 燒了一兩個小時之後呢 你可能就要拿一個捏子 你知道嗎 稍微把它往上拉一下 看你拉不拉起來 你拉起來就把它往上拉一點 那會不會 燒到後來的時候呢 這個心已經都已經燒完了 可是那個 這個小蠟燭這地方呢 還是一個蠟燭 有沒有可能 其實不太可能 為什麼呢 通常來說香蠟燭 它的心一定會多留一截出來 這一截就是要給你拉的 所有的香蠟燭都一樣 所以它一定最後還有一截 這一截就給你拉了 所以它不會做到 這麼樣長而已 它就會多放一些在裡面 那假設真的沒有了 這東西其實是買得到的 可能就要賣一些 可能要到一些特別的店去買 那這個棉心是買得到的 那只好趁就熱的時候 趕快把它塞下去 就只能這樣子 其實你知道嗎 塞下去的做法 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假設要很搞剛 因為這個很貴 如果要很搞剛的做法 應該要怎麼說 要得水加熱 例如說今天煮一鍋熱的水 熱的水煮完之後呢 請把它放下去 然後就蓋在這裡 不能超過它 然後用那個水的溫度呢 去把它融泡掉 再把棉心加進去 這搞剛的做法 OK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 我們的產品線裡面呢 這三大方向 就是 一個 Diffuser 第二個 噴霧型 Spray 再來就是Candles 這就是我們香噴的主要三種商品 好 咀嚼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把它蓋住就可以了 你就不要把他 不會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它燒的時候 如果說你是用燜熄的 比較不會有煙 因為它是用 它是讓它氧氣燒完沒有 我們用吹息的 其實為什麼會有煙 因為我吹息的時候 它裡面我剛剛說 心還有火 就是裡面那個微火 還在跟氧氣在燃燒 它才會有煙 那是因為燃燒不安全 那通常來說 也會有 但是很微量 但是你說要把它打開 我覺得也不需要打開 像是使用時打開就好 它不會讓裡面 變得太黑的狀況 當然就是說 如果最好 當然是用那個蓋子 是沒有錯 但是這個也是可以用到 但是你剛剛提到問題 不行剛剛提到問題 會不會有 其實一定都會有 因為畢竟這是碳化的東西 但是已經是焦碳 多少都會有 只是我現在講的說法是 讓這個的產生的機率跟量 最低的做法 這樣各位您就有意思嗎 這只是讓它產生最低的做法 即使我拿蓋子蓋還是會 也一樣 裡面還是會有炭 只是說 它的維持的時間可以比較長 就是量比較少的做法 OK 還有嗎 這個也是 就是我剛剛說的 真的是天然蠟會有現象 它會有一點氧化 對啊 這都是氧化的顏色 那這 各位這款顏色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裡面的成分不同 因為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知道那個禮子 你消完的禮子不是要泡鹽嗎 才不會變色 為什麼 因為禮子會被空氣氧化 它氧化變色速度很快 天然的材料裡面的 變化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這個我之前有問過 因為它每種東西都有天然的材料 所以它跟空氣中接觸的時候 會有氧化的現象 而氧化的現象 所以氧化的一個速率不一樣 所以就會造成它每一隻顏色 可能會有些微變化 這只是氧化 它其實還好 那至少我們這東西 不是天然不會壞 它是會壞 所謂的壞就是說 它的顏色會變 好 還有什麼問題呢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繼續下面 接下來我想要講 它的味道的系統 其實我們在選擇 味道的系統呢 其實說實話都是 家裡面使用的 可是呢 其實味道有幾個 例如說裡面常聽到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 你覺得 薄荷檸檬 薄荷或檸檬這種的味道 它會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是比較fresh 所以它是有提出的作用 Lavender呢 就是安靜 所以喝薰衣草茶 不想睡覺 就是說 好 OK 其實你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味道的因子 所以說其實味道的組合裡面 例如說Aqua Aqua的裡面呢 它就會有所謂的 帶一點mint的味道來 所以它味道比較清新 比較fresh 所以這種味道 冬天的人 其實就很用 冬天相對的 大家就不會愛成幸福 冬天就會愛 比較rich的味道 例如說 例如說 像我們的紅酒 這種東西 其實在秋冬天的時候 就會比較 受人家懷疑 因為它不會覺得太rich 所以說 其實味道的組合 也是一樣的道理 很簡單的方向 例如說 它是薰衣草的系列 它裡面帶著Ginger 例如說 Binno Go Bebe 啊不要 Spake it out Spake it out 大家聞一下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呢 就是很跳動的 它裡面用香辛料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 也是我們現在要拿Binno Go Bebe 對不對 你有勁 Binno Go Bebe 這隻也是有所謂的香辛料的味道 所以香辛料的味道呢 會刺激我們的感官 讓它比較有精神 讓它比較有特別 所以它是有特別的味道 那這種味道呢 其實也都帶著 植物的木質料的系統在裡面 所以這種帶著木質料的系統 在裡面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相對讓味道 欸你有沒有覺得這隻味道 很像一隻 那個 Conte Caccio香水 它就用胡椒糖 就好喜歡這隻味道 所以你看到這個木質料的味道 各位你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請問一下 如果就家具空間的配置 你認為什麼樣的家具 適合它 好 我們覺得這樣 全部都塑料的環境 適不適合這隻味道 不是 如果家裡面 你買了很多Vitral的椅子 都是一些比較塑料感的東西 那個Emical的椅子 其實這隻味道就不適合 可是如果家裡面有一些 可能是Maloni的椅子 可能是一些 就是 例如說 其他的一些有木質料的系統的椅子 皮革感的家具 這個味道是不是就很合適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一種Balance 這就是一種Balance的椅子 例如說 可能有些人喜歡吃那個Sukiyaki 可是我個人就是討厭 肉跟糖放在一起的感覺 那你就是 有些人就不喜歡肉跟糖跟醋 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歡肉跟糖跟醋 所以其實味道也是怎麼吃 就是你有時候東西你會 有覺得是 跟它混合適還是不合適 當然說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意外 例如說白胡椒跟馬鈴薯泥的醋 就是沒有的白胡椒 蠻醋的不好吃 有沒有可能有 但是那就是個人 他每一個人都會自己去 他可能 每一個人的嗅覺又不一樣的系統 他可能剛好聞到一個 可能我們都沒有聞到的味道 或者是他剛好聞到一個 他覺得對什麼有感覺 可能會有畫面 所以其實味道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說 香氛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是 它會給每一個人產生一種 不一樣的畫面 然後跟不一樣的組 但是我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的角色是告訴你 其實木質料 草 這樣的系統 一些花香的系統 其實蠻適合在一些 例如說木質的家具 皮革家具 布殖家具 這樣子的環境裡面可以使用 那如果說你這個房間裡面 走的比較Marder 比較現代 例如說我的桌子也是 很漂亮的Noor的桌子 Barcelona的椅子 然後跟這系列 誒說不定就是我剛剛講的一些 很有風格的味道 例如說 在北欄或者是說阿里 阿里還是下一個人 我們也有記得好多人 這支也是 日本拜最好的 這支有可能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系統 比較Modern 比較北歐 一些那種 精簡淡淡 要看經濟銳利利的感覺 這支香氛就會跟它打到一個很好的Balance 對不對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味道是有畫面的 所以我覺得味道是會有畫面的 所以我覺得味道是會有畫面的 需要開拍到這裡喔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些味道的東西的組合是 它可能跟空間的組合 能不能夠達到一個很好的Balance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妙的 這味道很棒喔 OK 好 那這個味道呢 各位 請看一下我們在後面這邊有說明 這些說明的地方呢 其實都讓你知道得很清楚 例如說 它適合的空間啊 跟適合的位置 在那什麼啦 包括說有些功能跟療效 有些功能跟療效上面也會有提到的部分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閱讀 這個在光草裡面都有這個資料 那其實是 這個都是否參考 因為有一些人 例如說 沒有我不認同你講 他上面講什麼 我覺得是什麼 那就 那就依客人 我剛剛說過了 這個嗅覺跟味覺 是非常非常的主觀的 例如說 我覺得這杯咖啡好 而你不覺得它好 對 那就是一個主觀 所以嗅覺是非常主觀的 我們只提供了一個大方向的一個 給它一個line 給它一個走法 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原理 例如說 刺激性的味道 有fresh的效果 刺激性有分好幾種 例如說是薄荷系的啊 這種清爽系的 或者是 我個人比較偏愛就是那種 椒類型的 例如說 黑胡椒 白胡椒 花椒 我對這種椒類系的比較好感 那有些人會覺得 Cinema 很刺激 可是我個人很討厭Cinema 所以你看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喜好 那就是說 只是說 以香料而言 這個胡椒 混到味道 以香料而言 可能就是說 我們講香清料的東西 是比較跳動的 比較刺激性的 木質料呢 比較沉浸 例如說 我們的那個wood 最有名的 橙香這次的味道 大家聞一下橙香 布的味道 其實布的味道 就是讓你覺得很安靜 很靜意 但是布的味道 因為它很濃郁 所以說呢 布的一定要在空間 我認為要相對大一些些的地方 來使用 所以說這個客人家裡也買很多皮革的家具 布的就會非常合適 但是空間應該夠大 如果空間小的話 我告訴你 你可能會暈的 這次就是它很有名的橙香的味道 這隻也是價格比較高的版本 因為它用的橙香的材料 是非常好的材料 所以比較貴 橙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貴的材料 好 到目前為止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接下來跟大家一個 這個瓶子的外觀設計 因為它來自 所以 所以 Filencer有很多的洞 就是一些教堂的那個屋頂 所以 這個教堂屋頂也算是 例如說 它的一個聖五月 它的那個上面的綠綠的那個 的樣子 其實就是 它的靈感來源 就是來自 這些所謂的教堂的那些圓頂 所以就變成它的一個飾品 它來自 Filencer 那 這個公司呢 它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在義大利製造 都在義大利製造 好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每次或一本 你會覺得什麼需要補充的 每個味道在跟哪 蛤 每個味道 每個味道 就是說 你說風格性的味道嗎 還是 還是你要 因為你知道 第一個味道很主觀 我覺得 它官方寫的 大家就看官方主觀 但是如果說 例如說 你覺得說 可能一般人覺得 什麼味道 然後 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我比較好講 因為我單獨講這味道 它就會跟它上面整個很像 那只是說 你空間的使用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要分系統 因為味道太多 也要分系統 例如說 花類的東西 這種花類跟花類的 都是一般主流式才會用到的 所以家裡面的配置裡面 只要是平淡色系 例如說 溫暖 例如說 我剛剛講到那個 黑白米灰 如果是以黑白米灰這幾種系統 包含咖啡在內 黑白米灰咖啡 它就是米灰咖啡的系統 比較接近什麼 比較接近我剛剛講的 花 這些莓果類的 木材料 通通都可以掉 可是如果全黑 或是很白的空間裡面呢 我會建議的是 比較有風格 例如說 有一點焦類 例如說 可能會有裡面 蜜蜜的味道 可能會有一點 就是一些 薄荷的味道 甚至有一些 可能是 葡萄噴汁的味道 那個味道的 組合會比較好 就是說應該是 如果它的空間 越簡潔 假設它空間非常 靠近 這種空間台灣很少 就是說 會做到整個白白的 或整個黑黑的 這樣的空間其實不太多 所以這樣的空間的味道呢 你說選瓜葉的 它應該都不行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家裡面 會是要使用的 例如說 幾種比較新古典的味道 新古典的風格 基本上我們選這些 通通可以用 所以那些很有個性 通通的就是讓它自己選擇 但如果在辦公室 例如說 這是一個辦公室 因為會議室也可以使用 會議室跟辦公室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個書房 SOHO的地方呢 我會 就是一般人而言 不會去買太甜的味道 在那裡 因為飯堡私隱域 你在那邊怎麼工作 你如果拿那種天天的味道 你不想工作 所以可能會要有 比較fresh的味道 例如說 就我剛才講的那種 刺激的香辛料系統 霍喉的系統 這類型的系統 會比較合適在一些 會議室 或者是說 SOHO的地方 你自己SOHO的辦公桌 或者是你自己的書房 那房間適合什麼味道呢 其實房間 我個人覺得房間 不適合太濃郁 可是有一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那以房間而言 所以我不會去界定房間的味道 因為它是很個人私密的 你自己選擇自己喜歡 我只說了 空間 尺寸 這個比較合適 噴的比較合適 你懂我意思嗎 就噴的這個跟 Candles 比較合適 它不適合太大管 所以房間內 只要是房間不太大的地方 千萬不能推它大管 那個它絕對沒辦法用 它會頭暈的 因為你唯一看到 太久的時候 你真的會頭暈的 所以說其實在房間裡面使用 就是如果在房間裡面 空間不是很大的地方 它的置放位置 是No.1的 你絕對不可以在風口下 你在風的動線上面的話 那真的會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在一個比較 就是剛好是風不會打到的地方 在那地方讓它慢慢的味道 散發出來 那是最好的位置 所以就是這樣 我覺得空間上的使用 其實要提醒大家 是在這幾個環節上面 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第一頁 大家先放到第一頁 第一頁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highlight 這一些highlight的地方 就是原廠給我們的一些highlight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這還是原廠的資料 這些highlight 都還蠻實用的一些關鍵 但是如果說 除了這些highlight以外的地方 假設是 像我過去在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會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問題幾乎已經涵蓋了 這些問題幾乎已經涵蓋了 這些泰坦粉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外乎只問說 怎麼換面 例如說那東西以後怎麼辦 那我要放哪裡用 我要買油大 我要用什麼樣的 這個噴的是幹嘛 大家不外乎只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想應該有到八成 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會有些special inquiry 例如說什麼 你這個辣的材質是什麼 這對不起我也不知道 這個我就問原廠 他一直跟我講說 這是一個天然的蠟 他說蠟的提煉 有很多種做法 不過它是天然的蠟 那我們會變色的原因 是第一個 它是天然的蠟 第二個呢 它們的材料是天然的材料 所以本來就會演化 因為它不是一個 純化學的一個物質 在這裡面 所以才不會 如果是純化學的 正常來講 應該不會變色 那會不會變色 我跟你講啊 如果說這個東西 長期置放在空氣中下面 原則上 香氛沒有保存期限 但是會不會有 我們還是建議 我們不會去買那種五個以上的 就是賣五個以上的商品 因為你放太久的時候 還是有些些許的揮發 但是呢 曾經發現過一些包裝啊 那是可以退的 各位如果 你們有賣到的時候啊 像EC如果賣到的時候 假設說 這個瓶口沒有塞正 一點點外外 才會露出來 你那應該有 如果有 有露出來的就是瑕疵 那個就不要賣 那個要讓客人壞 正常情況下 相當不同的 有什麼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說 他買兩支回去的時候 欸 不一樣高度 這怎麼不一樣高啊 欸 那這個是不是偷溝嘛 還是怎麼樣 那我只能說 那叫做Angel Drop 各位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這是Angel Drop 就是它可能就是揮發掉 可能透過這個木頭 還是些微的會拉掉 所以它基本上 注入進去的量 就是500 而且都超過500 像你如果看到 裡面會有這樣子 有外露的 這個就讓客人退 那這個我們自己 之後怎麼處理呢 如果它還是新品的話 我們就危險把它賣掉 因為它還是可以使用的 嗯 嗯 對 就是你可能發現到 裡面有這些顏色 基本上不拉尼亞是 不會有這些 奇怪怪的顏色 有的話就讓客人退 所以出貨前的時候 要請他們解釋 想要賣 有的也是要不要出貨 那公司會怎麼處理呢 如果我們能夠賣的 我們就危險 因為客人不要害在意 它是可以用的 但是一定要現場的同意 我們可能就給它折扣 就把它賣掉下去 那如果比較嚴重 例如說有一支 平身都已經產生了 狀況 那支我們公司會留一支 不用 因為門司本來信討就要 給客人使用 就是這樣子 好的 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香氛不太會有 所謂的客服 最多問題就是使用 啊還有一件事情 跟大家講一下 你知道這個香氛回去的時候 你買回去的第一個禮拜 它那個揮發的速度之快 因為第一個禮拜 可能會銷到將近10% 第一個禮拜會銷到10% 為什麼 因為啊 剛剛說到了 剛剛有說到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裡面含著微量酒精 所以一開始打開來 它一根空氣結束的時候呢 你知道酒精的揮發是這樣子 就是 你剛打開來的時候 它的揮發速度最快的原因是 就是說 因為酒精把味道也散發出來 可是呢 酒精是這樣子 唯一一開始開的時候 一直散發到前面的10%消掉 可能一個禮拜就散發掉很多 所以一個禮拜前面第一個禮拜 味道會非常容易 那是很正常 因為它那是揮發速度最快 可是呢 一個禮拜過後呢 它的 酒精容易上面的這個部分的容易呢 含酒精量比較少 可是下面還是有酒精 但是呢 它跟空氣結束這一面的酒精量變少了 你們聽到我意思嗎 所以它已經揮發就變成正常的速度 就會比較慢 是這樣子的原理 所以這個東西會有一個注意的現象就是說 你在客人再買回去的第一個禮拜 會到第一個買容易 第二個 前面第一個禮拜的揮發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酒精容易是這樣子的狀況 上面揮發掉的時候上面會比較少一點 其他下面還是正常的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所以這邊的揮發速度 開始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那如果說 我用了一半 倒進去 倒到這裡 剛開始快不快 一樣快 可能前面幾天還是比較快一點 後來就會恢復到穩定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就是說 一個這樣子的原理 然後另外一個關鍵呢 其實呢 寬庭之前有賣一種 那你噴在布料上 對不起我們家這些事 不可以噴在布料上 除非你的布料是你不在意的布料 你懂我意思嗎 不可以噴在 因為有些人覺得 這不是好好想把它變成香水 噴在身體上跟噴在衣服上 好請問一下會不會有布 一 它不會有濃縮 不會那麼濃縮 但是呢 因為它含著微酒精 有一些人不習慣 它可能會產生過敏的現象 因為你的皮膚可能不能接受 例如說 這個像什麼 就好像是你拿一個 那個酒精棉叉自己這樣 或是這問題白白 你知道嗎 可是這個東西狀況也不嚴重 不嚴重 它酒精的含量很低 但是它還是含酒精的 所以我不建議 你噴在舌上 那為什麼不能噴在衣服上呢 怕它變色 因為你會有酒精 所以它不能夠噴在衣服 布料 其身上的原因 是因為它含了微量酒精 要幫助到飛發 所以我不建議它 使用在我們的皮膚 跟我們的衣服上面 原因就是這樣 跟毒素沒有關係 那 曼妮為什麼出了這款 因為Bladen 也有出一款 專門噴在布料上 那是幹嘛的呢 那是噴在你的床單 背罩上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沒考慮是不是要來引進 就是說之後如果說 假設我們這個東西都賣了穩定之後 說不定我們可以來進一批 就專門就是噴在一些情緒上面 因為那是會有需要的 就是你可能會有床單大的背罩 就把它噴在上面的時候就像香的 所以你睡覺說哇香了 那也還不錯 那有些人做法直接噴在棉被上面 那棉被啊 除非就是你有分泌的習慣 沒有分泌的習慣 我比較不建議是噴在 就是你的睡的那一面 今天還是噴在外面這一面這樣 以免就是 你就剛好對裡面的材料過 那就真的會很麻煩 因為它畢竟 它標榜出來它不是一個tofine 它不是一個噴在你身上香水 如果說今天是香水的話 那就隨意噴在你的那個 棉被上面啊 那就無所謂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畢竟它是香水 那因為它不是香水 所以它沒有做過所謂的人體的皮膚測試 OK 它沒有做過說 當然它無毒是沒有 但是它沒有做過人體的一個測試這樣子 它不像香水一定要做人體測試 OK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沒錯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當然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現場有說一句 好嗎 我們也被 Planias本來是到的 那因為寬廷跟他合作已經將近六年的時間了 所以寬廷算是跟他先合作的 我們是後來才跟他合作的 那我們在跟他們談合約的時候呢 次有跟他提到說 因為寬廷現在 他要賣的東西裡面 甚至要把幾個名項卸出來 可是呢 Planias其實公司的政策裡面 他有幾個是不開放人家的 第一個這個 這個開放人家 因為這是在全球最熱賣的 所以他說他全球沒有人家低的 可以其他人家在一起 所以他願意開放這個 這個東西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 我們也沒有人家 但是我們沒有人家 所以我們有幾隻商品 我們沒有人家 一個是他 應該如果沒有人家 應該如果沒有人家 另外一個 我們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 另外一隻 也是沒有人家 那某一些味道 例如說他跟我們講 Ander的部分呢 他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有選到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沒有選到 那個系列 他會讓你 那我們如果選到的 然後宽田又不能拿 所以說我們剛剛 除了講幾隻 還有一隻 馬塞拉底 馬塞拉底呢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 公司還沒有 因為我們只做第一批的時候 還沒表現幾隻 馬塞拉底 然後當中第二批 結果呢 就是一大的關係 然後呢 所以宽田基金我們都不像 所以現在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先維持這一些 我們繼續推的主力 因為我們今天推的主力 也宽田不見得 完全不會動 宽田只有幾樣 那一隻最好 可是相對的 我相信你們在下手 你們都知道 不是只有他最好賣 我們其他口味師也很好賣 所以其實 我們搜尋的味道 其實是一個主流市場 還有一隻Melo Granum 還不行 這一隻也是他的主力 Melo Granum 這隻 還有這隻Melo Granum Melo Granum Melo Granum 還有這隻味道 這一隻味道 這隻甜瓜 這隻甜瓜 跟這隻紅酒 我們這種主價 但是我們也沒有銷售 可是呢 我們的紅酒 跟我們的香氛賣都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些機率 跟 就是一個 一個模式來說 因為畢竟他們還是要操作成功 有些公司又不操作成功 所以我們店長的公司很便宜 這個是我們跟潘廷現在很差的 OK 但是基本上呢 這些東西都不會是問題 只不過說 如果我們要進馬塞拉底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要跟他談 但是我們不想 我們不想進馬塞拉底 OK 還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你剛才說的意思就是說 小粉只是建議 他使用還有他的味道 還有原廠建議的空間 如果說客人今天他就是獨拜這個味道 他想要擺在本來原廠沒有設定的空間 都OK的 都OK的 就是完全只照客人的想法 因為原廠建議的空間 只是說 那是他們經由他們長年的經驗 跟他們對於空間的想法 所去建議的空間 但是事實上是味道我剛剛說 他很主觀的 你覺得好喝別人不覺得好 你覺得他好喝 我不覺得他好喝 所以他很主觀 他會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就讓客人 但是一般來說 客人都會需要你給他一些Line 就是 都有一個建議是什麼 那我現在給你建議 所以你們要學的專業知識 還是原廠給的建議是什麼 但是我說其實 你說味道的性格 例如說空間的使用 那個我覺得非常容易 把原廠的資料簽上去就好 當然你們可以去加一些說明是沒錯 但是我覺得 把最後的主動權交給客人 例如說雙位 這個是非常見仁見智 他不喜歡就不喜歡 他喜歡的話 A是一個選項 我們建議這樣的組合最好 但是你可不可以自己去配A跟B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就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你們還是要問 如果他今天拿 就我剛剛說的 他拿了一支OK的 跟一支霧的放在一起 要配在一起 你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味道比較強 這個味道可能 你會完全能看到他的味道 這樣其實沒有複製 這樣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們有一個基本的架構 你會知道說 例如說兩個都不是很強的味道 那OK 可是一個是很強的味道 一個是沒有那麼強的味道 是在一起 例如說 他好 喜歡他的歌誰配 沒有辦法跟任何人配 這一支紅酒我也配 幫我們跟任何人配 因為他的舞蹈已經是非常非常的streak 他就好像說 如果我們講音樂來講 高音 中音 低音 他就像中音一樣 他穿透力非常強 根本沒有辦法去跟別人做打電話 OK 所以純粹低音都還好辦 例如說這種東西真的要去配他 也不是配不到 因為他還是有 他還是 他在帶著那個木子調的香味裡面 他裡面有留下花的味道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他是可以配到一些 例如說瓜類的東西 他不是不行 但是有些味道就是不行 那我覺得我們給他的建議就是 太濃郁的味道 我們不建議配一味 比較淡一點的味道可以配 那原廠的配置是最佳組 好嗎 好嗎 OK 我想看看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可以分享一些 可能客人問到的問題 可以讓伊塔阿門 恰山來想一下 那你們什麼問題呢 比較不會有客人問到的問題 但是你們接到回公 就是 很喜歡的 那你們什麼問題呢 比較不會有客人問到的問題 但是你們接到回公 就是 很喜歡的 超肯定會比較準 對 那個覺得像可不可以打的問題 對 市民要買這個 喔 市民要買這個 好 這個很好吃 薰衣草好像你明白的 對不對 薰衣草跟 薰衣草 薰衣草 我覺得薰衣草還蠻小的 薰衣草 對 但是最近好像電商有賣 薰衣草是不是 我沒有忘記 因為我自己 我是印象中 那 薰衣草是買的 薰衣草 薰衣草 East 不一樣 現場的南場賣East 那很好 那我賣給 但我就是買 你就可以賣了 他跟我們的那個 客人不一樣 對 那邊那個 城鄉賣的 城鄉 跟你們的也賣 你們城鄉賣 其實我 欸真的好棒 我都可以丟給你 Amber 你賣了 他沒有聞到味道就可以賣了 他自己買 這應該看志力買的 你不問我會有味道 我真的覺得你們寫得太好 那他要打電話回來說 沒有 他也沒有給他 他就化了 完蛋了 我都還欠負血了 我個人是還蠻精靈的工作 看一下 大家看完放一支支有比較好一支 你可以跟客人說 我個人補貨代財 有啦 這個再賣 這個好 這是真的 那Vocal要幫我們想一個嗎 那我們過年前來賣 Vocal來想賣 沒有 火 火 火也代財吧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琥珀 琥珀 因為琥珀也是 我是更喜歡木頭的東西 所以 可能 那邊有客人也在說 琥珀嘛對不對 你說 琥珀剛剛的議題變得不錯 那個會代財還有什麼 十歲金 十歲金有什麼 十歲金 十歲金有更少嗎 琥珀 琥珀 這個很厲害 這能很少會 非常比較好長 長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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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是不是喜歡的 阿嬤是不是喜歡的 阿嬤很喜歡的 阿嬤很喜歡的 好的 還有什麼問題嗎 不錯 這個以前 阿嬤是很喜歡的 對啊電子上很不喜歡的 對 個人還要問到什麼 我沒有接到太多問題 就是會觀察他們的貨幣市場 他們有在問補充嗎? 他們有人在問補充嗎? 因為那時候我們賣的時候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只有限定賣錢的朋友的臉上 像祖國人 因為他的用房比較特殊 我們沒有對客人有蠻好的交流之前 沒有辦法賣錢 那我問你北跟南 就是北部跟偏中南部 味道會有差嗎? 這個還沒有去研究嗎? 我覺得這也可以研究 因為他們喜歡 因為風格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最近有開始賣 以為政府沒有賣 因為中部就 中部的事件設計的裡面 法洛克還是很多 那古典裡面非常當強 所以我想說古典牆的地方 會不會味道在組合上面 他會覺得比較木質草的味道 是有貼到 然後當你有設計時機買的時候 會知道 香氛我覺得是一個可以來進行的 我覺得其實 在明日工作這邊的店 我就這樣 這邊的客人畢竟都來看家具 所以我覺得其實說 例如說你不是北部除草 其實北部除草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例子裡面 其實跟北部除草是可以 然後跟MOT也可以 跟隔壁的小情散也是可以 所以說應該秦山系統那邊 那一區的味道 就是木質草 就是例如說花蕉 剛剛講的Green Flower 或是其他花蕉 那說不定 他們既然嘗試這個Ambl 我就給我看看 所以我們還蠻容易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我們挑的裡面 都去建議隔壁的一些空間的味道 例如說 我剛剛去看秦山家具 其實其實蠻適合 所以你們還是要有自己的定件 在裡面比較好 對 那我覺得因為我剛剛說過的 味道非常準確 其實就有你們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 例如說我覺得 其實秦山店還有市場的話 其實可以 偏木銜 偏花香 什麼樣的花香呢 不要是太 跑出來的花香 例如說南花就不錯 例如說香蕉就不錯 就比較沈 沈浸的味道 那如果是太太的話呢 可能這邊都不太好 如果想說我的朋友 這種都還蠻rich的 大家還蠻適合秦山系 那如果喜歡MOT CASA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其他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搭配 多推阿里亞 或者其他新的一些 比較fresh的感覺 那秋冬天的時候呢 就轉比較 模糊一點點 好的 還有嗎 有些蠟廚他們燒完 燒起來的時候 會跟我們這樣子的味道不太一樣 當然不一樣 對 絕對不一樣 因為它是 你經由燒的過程 是你透過你燒的揮發 那這種東西跟什麼有關係 跟辣有關 辣本身 因為你燒的時候味道跟我們 因為辣跟它 你聞到的是 是固態的一個味道 那味道是一個很直接的 可是你燒過了之後 那味道是輕微揮發的 一定會有一定點不一樣 但是其實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一定會不一樣 對 所以我可能還是阿酒 就開始聞 聞這一個味道 就是原本 聞那種很像 他就聞這個味道就好 你這個聞 你這個燒出來的味道 就會比較接近這個味道 他比較接近 像燒出來的味道 但是你說 會不會一模一樣 就可能一模一樣 因為畢竟它是經過燃燒 那其實 其實像義大利有賣一種 就是薰香 是直接用燒的 精油 那個我們不禁 因為那個危險 燒個精油我們就不禁 因為相關跟精油的那種方式 安全性支撐比較好 當然 因為你要燒的 燒的揮發性要更多 它臨上還是更高亮的酒精在裡面 什麼都燒 不然揮發燒 所以燒的部分我們比較近 所以我們進的這根都是相對 在安全上是比較近 這個都燒不起來了 運氣就好像很低了 嗯 那我覺得說 傑瑟妳可以查一下 可以問問問問他們 酒精還要是7% 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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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好像3% 因為有酒精 其實還是 所以就是 還是要 注意 還是要小心 這個方式 就好像 對 我們如果明示它是比啤酒還要低 比啤酒 酒精還要低 好啊 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